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队提制改革 精简整编方案 要求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 指挥灵变 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反应快速 效率很高 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这一方案 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令迅速成为全军部队的实际行动 总部和各大军区机关原格精简进办 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 环机以上单位减少4000多个 保留陆军的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 将装甲兵部队全部 炮兵 高炮部队大部 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训练 组建陆军航空兵 海军 空军淘汰陈旧装备 相应减少人员 全军院校进行较大调整 组建国防大学 初步理顺指挥院校 初 中 高 三级体制等等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扩充军备的背景下 中国主动裁军100万 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诚意 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 通过体制改革 精简整编 人民解放军在精兵 合成 高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迈出新步伐 来ее再ules音质 许童的文章 一刀划 遍 1977 感谢观看